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梅嶺這邊的梅子產地開始收成青梅了 所以喜歡吃蜜餞的朋友可以去買一些青梅 回家自己醃漬成脆梅 不但比較健康 而且你嘴饞的時候還可以拿來解解饞了 那天氣狀況的部分 我們從地面天地鼠上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封面就開始影響台灣了 所以銀封面的北部和東半部地區就開始轉為有雨的天氣了 接下來隨後是大陸冷氣團南下 所以今天晚上開始 銀封面會越晚越冷 低溫大概是落在11度到12度左右 明天白天從簡圖上可以看到的是 明天白天北部和東半部地區一樣 低溫是落在11度 而中部和南部也稍微受到影響了 低溫有些下滑 是在14度到16度 特別提醒的是北部和東半部 明天最好是帶拔傘會比較保險了 雨不會太大 但是還是會有降雨的可能 而今天和昨天相比 天氣狀況的變化會比較大 所以抵抗力比較差的朋友要特別留意 不要感冒了 降曼關心明天小氣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11到14度 降雨機率30% 中部地區14度到18度 降雨機率20% 南部地區16到21度 降雨機率10% 東部地區11到17度 降雨機率30% 外島9到15度 降雨機率10% 最後再幫觀眾朋友整理一下 是今天開始北部和東半部地區就變天了 轉為比較濕冷的天氣 尤其是在宜蘭 氣溫會比較低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概是11度左右 而且同時會下短暫雨 但是這個雨並不會一直下 只是你還是帶拔傘會比較保險了 以上就是今天最新的天氣雨不 晚上到18時,尚餐會被燃到 在旨週下,夜到19日,或許會 開動避採當時,就會到達最新 tidig的分析 大約7月6日太陽